你最近有看到林星学长吗 没有啊 我跟他不熟 为什么你要看他 臭老姐 连你亲妹妹都骗 大家快来看啊 学习院的陈珠教 居然跟林星学长谈恋爱了 还被拍到了 谁拍到了 是谈恋爱啊 就是几点恋爱啊 陈思南 你干什么 陈思南 我没想到你这么近 你都已经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竟然还怂恿西思跟我分手 这是我找四家侦探跟拍你的照片 你都已经有顾林星了 为什么还缠着我们家西词 论坛上的那些照片都是你发的 室友自明 你做得出来 就别怕被人看 你干什么呀 不许欺负我姐 轩轩 坐出脚踏两只船的事 你们姐妹俩 还有脸站在这 杨小姐 我跟顾西思早就分手了 你管不好自己的男人 跑我这来撒野 背面也太可笑了 我可笑 你前脚刚跟西词分手 后脚就搭上他的堂地 你以为你很光荣吗 我跟顾林星清清白白 再怎么样 也比你勾引别人未婚夫 怀孕上位这么 你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吵什么 这里是学校 谁让你们闹事的 都散了都散了 陈主角 这个学长 你拿个扫把干什么 扫 扫地 还有你 看你这打扮 也不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啊 保 保安叔叔 这个女人是新芳 她来学校撒野 还欺负陈主角 你快报警把她抓起来 你才有病呢你 我 不好意思啊 我们马上结束 快点散了啊 杨小姐 我该说的我就说了 你还要闹下去吗 你真的跟西词分手了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把顾熙思那种混蛋 当个宝贝 陈思南 你最好是没骗我 明星学长那么好 怎么就看上我姐了 难不成我以后要跟别人说 顶流程让我姐夫 胡说什么呢 杉克去 我 我 思南 你是我们学校的助教 向今天的事 游损我们学校形象 我不希望再发生 你这几天先不要来学校了 把你的私生活给我处理好再说 喂 小赵 思南 我看你们学校论坛 杨慧子去找你了 嗯 你别担心 我没事 你来找我 我带你去个地方 喂 顾灵星 陈思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带着顾灵星来向我示威吗 没错 杨小姐 陈思南就是我的女朋友 以后 我会堂堂正正把她娶回家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骚扰她 她早就把顾熙思那个父亲汉 抛之脑后了 对吧 宝贝 嗯 是啊 宝贝 你怎么保证 她不会和西慈藕断撕连 杨小姐 思南现在有我这么优秀的故事继承人 还会把顾熙思放在眼里吗 如果你再敢骚扰她 我可能 会让顾熙思离开故事 不要 不要这样对西慈 我保证 我会再去找陈思南了 陈思南 你可真幸运 离开了西慈 就攀上顾灵星这样的高知 你果真是个屈原附施的女人 杨小姐 我不管你说我幸运也好 屈原附施也罢 这些都不重要 但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这个世上 不只有顾熙思一个男人 更不要为了他而活 去伤害身边的其他人 你好好照顾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祝你健康幸福 再见 再见 对不起啊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不是 我应该谢谢你才是 杨慧子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 思南 我可能不能待在你这儿了 你要去秘密基地 不是 那些照片迟早会被爸发现 我不想你再因为我受到伤害 我没关系的 其实你不用 你放心 协议效力还在 绝不会因为我提前离开而结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能够说些什么 那 我很贪心 我不想你只是那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姐姐 等我处理完家里的事 我会回找 我会把一次的被你戳破 难过是经济的我 虽然我会难过的 也不愿把你捆绑着 哪怕是等候 现在我会听你说 分开之后也会幸福的 反正我会为你等我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真把我这儿当酒店了 难过是经济的我 臭小子 我才不稀罕你 什么等不等 你又不是我的谁 我才不愿把你捆绑着 哪怕是等候 现在我会听你说 分开之后也会幸福的 反正我会为你等候 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下 我们是不是没可能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顾锡子 从你背叛我那天开始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了 是啊 我也知道我们没可能了 毕竟 你已经有个招招吗 杨慧子把照片的给我看了 真没想到陈思南 你会和招招在一起 我跟谁在一起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一个乳羞未干的臭小子 跟你玩玩而已 怎么 你当真了 你给我滚出去 要我走可以啊 告诉我 那个集团的主人在哪里 你找他干嘛 陈思南你这么聪明 不用我给你解释吧 你今天不告诉我 他在哪里 我是不会走的 所以招招被绑的事情 跟你有关系啊 那天我家楼下派来的人 也是你干的吧 怪不得那天你会来找我 我是不会告诉你 他在哪儿的 顾锡子 你死了这条心吗 陈思南 我劝你不要敬酒 不施是罚酒 告诉我 顾锡心到底在哪儿 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放开我 你放开 你为什么带着他的相连 你们关系到哪一步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放开我 到哪一步 陈思南 陈思南 你没事吧 陈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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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 陈思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受伤 你之前不是也因为 我受过一次伤吗 我们扯平了 再往下躺点 专专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郭先生来了 唐律师 我去通知招招吧 我去吧 姓唐的你干什么 你就是个律师 你凭什么拦我 就凭唐叔 是我妈遗产的 专属律师 赵赵 赵赵 你这医生跑哪去了 你要不想出国 跟爸爸好好说 干嘛离家出走啊 离家出走 顾总是得了健忘症吗 遗产转让书的事 忘了 什么遗产转让书 赵赵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你爸不管做了什么 那都是为了你好 他是你爸 难道不是你让人把我帮走 比我迁了 是我爸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伤害我身边的其他人吗 赵赵你在说什么 你说的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或许你可以问问大伯 他都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大哥 明磊 你给我个解释 明磊 我 明磊 明磊你怎么了明磊 明磊 郭先生 来人 来人呢 大夫 郭先生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 目前没什么大碍 但是他这个病不能受刺激 一定要照顾好他的情绪 否则 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谢谢啊大夫 那我先去忙了 明磊 明磊 你吓死我了 怎么好端端的就生病了 让我跟孩子多担心你啊 好了 明磊 明磊 我错了 你不去我也没关系 我不要你一分财产 我就想一心一意地照顾你 守着咱们这个家 你不要再跟我走了 唐叔 我这个儿子是不是当得特别失败 他得了心脏病 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赵长 你不用太过自责 郭先生 他隐瞒病情 一定是不想让你为他太过担心 他一定是对我失望透顶 才不告诉我的吧 长长 你误会顾先生了 你被绑架一事 他并不知情 唐叔 现在连你也要帮他说话吗 我是一名律师 我只为正义发声 你听听这个 你不是说你能找到招招的吗 人哪 就在眼皮子底下 你就是找不着 现在他们俩人见面了 顾明磊什么都知道了 接下来怎么玩 怎么玩 看来 只有先下手为强 顾西茨 对 是顾西茨 这个顾西茨 一直说要先下手为强 我担心 他会对顾先生 有所不利啊 老叔 你找人盯紧那个父子 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刻联系我 好 我这就去吧 你的伤怎么样了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没事了 伯父怎么样了 你怎么不去陪他 他 他没事了 他不想看到我 赵赵 你之前说 他因为钱 派人伤害你 可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刚才就应该 派人把你带走 但他没有 所以我觉得 你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好了 你还是关心关心自己吧 我送你回去 好好休息 姐姐啊 不要熬夜 知道了 你安心照顾伯父 不要太想我 臭小子 乱说话 轩轩 快进来 姐 我 你 你额头怎么了 哦 没事 摔了一下 你出去怎么不带伞呀 怎么离成这个样子 姐 我跟妈妈吵架了 为什么 你又逃课了 我没有逃课 是我不小心 把你和顾西思 分手的事告诉他们了 然后他们两个老骨板不讲理 说是你的错 想让你挽回顾西思 我就跟他们吵架来了 没事 轩轩 这事不怪你 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跟爸妈说我跟她的事 姐 顾西思那种混蛋 根本就配不上你们 爸妈也是老糊涂了 觉得他们顾家有钱有势 就想瞒你往火坑里推 反正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都站在你这边 别瞎说 那我不管 他们要是 要是敢逼你 我就跟他们断绝关系 越说越离谱了 好了 你放心吧 我会处理的 你今晚就睡我这儿 嗯 我 姐 你跟林星学长同居了 嗯 你别想骗我 这个琴就是林星学长的 他化作灰 我都认识 你老实交代 你俩什么时候同居的 在一起多久了 你就一见我是一张床 你们俩不会一见 不是 哎呀 他前两天遇到点事 所以在我这儿 赞助了一段时间 你别多想啊 我们俩净位分明 分开睡的 安全得很 那我们林星学长睡的床 还是沙发 当然是睡沙发了 是 怎么这么鼓动 林乡西域啊 想让我们林星学长 睡沙发 哎 你这丫头 哎 我希望我也睡沙发 我要好好感受一下 我们林星学长的 委屈求全 哎 这沙发上还有我们家 林星学长的气息呢 哎 星学 你真是没救 你来做什么 放开我 二叔生病 作为侄子过来探望 不可以吗 别装啊 你心里在盘算什么 我一清二楚 你分确 不是你的东西 你最好别寄予 寄予 我在寄予什么东西 陈思南吗 古林星 陈思南是我的未婚妻 你整天缠着 我看着他 到底是谁在寄予谁的东西 我告诉你 思南不是物品 他早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再敢对他出言不许 别怪我不顾年亲戚 你以为你能跟他好多久 你们之间有着年龄上的差距 对待事情有不同的见解 你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总有一点 思南会抛弃你 回到我身边 做你的春秋大梦 我警告你 不准再纠缠思南 我要是不懂 故事给你们的一切 我可以随时收回 你还没有继承遗产 二叔还活着 故事集团 还轮不到你来做主 好 那我们就看看 这故事到底谁说了 妈 我跟顾西思已经分手了 人都会犯错的 西思这孩子家世好 性格也好 他如果知错能改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呗 他都跟别的女人有孩子了 我为什么要原谅他 好了妈 反正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管了 就这样吧 这孩子 周周 斯文 我一天没看到你 你就把自己搞成这样 不是说了让你别熬夜 好好休息吗 我真的还好 我可能就是最近活有点多 你爸爸呢 怎么样了 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那就好 那你 思南 我今天要回家住 我知道 你那次不是跟我说了 那你这次回去 不要跟你爸爸吵架了 还有阮女士 毕竟现在是你长辈了 你不能老跟她吵架 不然你爸爸又得不高兴了 在你眼里所有人都是好人 但你得知道 有些人他生来就是坏的 不值得别人同情的 比如阮芳 比如顾西茨 我大你几岁 比你更知道这个世界的人性复杂 这个世界上虽然说坏人有很多 但是呢 我们不能因为她 让自己变得黑暗 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值得我们去看的 赵赵 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幸福 怎么了 让我抱一会儿 喂 赵赵 顾先生找你 知道了 明磊啊 可糊涂啊 不管怎么说呢 我也是为了我们顾西 赵赵一心只想搞她的音乐 遗产要是交到她的手里 我们顾西早晚得完蛋的 那你又是个心软的 那恶人只有我来做了 我也不想做这个恶人呢 总之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别怪西茨啊 阿淑 我爸为了顾西费尽心血 他这么做 也都是为了您和顾西啊 明知道我爸身体不好 还特意来病房玩苦肉剂 这是对他好啊 我不是警告过你 别来打扰我爸 赵赵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 赵赵 赵赵 够了 都别吵了 大哥 你带西茨先回去吧 赵赵 让他们走吧 爸 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你知道我被绑的时候 他们俩是怎么对我的吗 好了赵赵 让他们走 爸爸有话跟你说 明雷你看着 来 坐到爸爸身边了 赵赵 爸爸知道 你妈妈走了以后 你一直都在怪我 怪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妈妈 怪我不够关心你 怪我不让你搞音乐 怪我 娶了你阮阿姨 刚才 你又怪我 没有责罚你大伯跟西子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 吃了很多的苦 汤律师都跟我讲了 我 你都知道了 赵赵 我确实爸爸对不起你 但是西子毕竟是你的堂兄啊 你就原谅他吧 听爸爸的话 对了 你真的 跟那个陈思南在一起了 是又怎么样 你好糊涂啊 赵赵 以你的身份 你跟谁在一起不好 为什么偏偏是那个陈思南 陈思南 他以前是西茨的未婚妻 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 那会遭受多少非议啊 我跟思南就会有非议 您跟阮芳这种贪图钱财的女人 怎么就不怕有非议了 赵赵 你年纪还小 这事又经验不足 那个陈思南比你大这么多 你怎么知道他对你是否真心 爸爸是怕你被骗 别总拿年纪说实 多少人活了几十年 还没活 你要心里还有我这个月 你就跟陈思南马上分手 爸 感情的事我自己做出 你也别再激动了 好好养病 好 唐叔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天之内将故事集团 有关于陈思南的负面新闻 全部押下去 我一定要把背后的 爆料者揪出来 我爸身体不好 不能再受刺激 顾先生已经醒了 您可以进去看他了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心 阮小姐 你这新闻稿发的真及时 二叔都被起了经济证 顾灵星只想能让人盯紧你跟你爸 却没想到我会跟你变手 不过西子 我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让股东反对顾灵星接管集团 等他继承了遗产 他就是顾世最大的股东 以他的个性 就算其他股东反对 他也很可能会直接卖掉顾世 这样到时候我们依旧什么也得不到 阮小姐 你还是不了解赵招 赵招虽然表面上跟他爸不对付 但心底 还是很爱他爸的 顾世集团是顾明磊一生的心血 也是他妈妈一生的心血 所以除非顾世集团自欺倒闭 不然赵招一定不会卖点故事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还有十几天就是赵招生日 他现在盯我盯得很紧 没办法 只能让他先继承遗产 等他放松警惕之后 再狠狠咬他一口 你想怎么咬他 思南啊 你的私人问题 给学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以后我不能再带你了 过来了过来了 就他 他就是鼓励性的朋友 就他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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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陈小姐 让我们去问你吧 陈小姐 别走 听说你们就叫停职了 停职的原因是你背叛你的未婚夫顾兮词 出轨其堂地 故事集团太子爷顾林星吗 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瞎说 你能够做得出来 你还快丢什么脸 不如这样吧 你直接把事情全部都告诉我们 如果你说你是被冤枉的 那我们还能帮你这个名呢 是啊 是啊 我是顾林星 有什么要问的 直接问我好了 请问陈思南小姐 真的背叛了顾兮词吗 也就是你的堂哥 跟你搞起了姐弟恋吗 你不觉得兄弟戏强可耻吗 是顾兮词背叛了思南 我不介意给你们看证据 你回去问问你们主人 是不是还要继续问下去 你和陈思南是什么关系 他是你什么人 对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他是我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最近总是接到骚扰电话 所以就把手机耗换了 但是我把信号码发你微信了 你没回我 你给我的旧手机 寿终正前修不好了 所以我没有看到你的消息 我这几天没来找你 是因为我爸那边 我知道 赵赵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谢谢你帮我澄清 但我知道 今天的事情 肯定给故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 思南 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你真的希望我们不再见面 你讨厌我吗 不是的 我没有讨厌你 我只是 我白天跟那些人说的话都是真心的 不只是为了帮你澄清 以前 我觉得接近我的那些女人 目的都不单纯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对人动心 可我遇到了此生最大的行为 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你 你也是喜欢我的 对吗 赵赵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我还比你大那么多岁 我喜欢的就是你的全部 不畏年龄 我相信你也是这么想的 对吗 能不能告诉我 我为何 一句话都没说 你就走了 是因为我想太多 关于他的 连空气都像你真旋涡 我还能够说些什么 赵赵 我喜欢 使着推着镜子 落下外壳 记忆中的那温热 就像泡沫 再一次的被你戳破 难过是经济的我 虽然我会难过的 也不愿把你捆绑着 哪怕是等候 现在我会听你说 分开之后也会幸福的 反正我会为你等候 这是杜西女士生前委托我 所立的遗嘱 作为遗嘱的受益人 顾林兴先生 和遗嘱的监护人 顾明磊先生 二位只要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遗嘱就算彻底生效 届时 杜西女士的全部遗产 也将会转移到 赵赵 你的名下 爸 唐叔 我决定把我名下 所有资产 全部投入顾市 并把我所有股份 全部转让给我爸 从此 我跟顾市再无瓜葛 这些钱本来也不是我的 我也不会管理公司 这都是爸的强项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把大伯和顾锡茨 调离故事总部 赵赵 你别这么固执 你不是喜欢音乐吗 你可以留一点 我会用我自己的能力 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爸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这点要求 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难 好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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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赵赵 我刚刚看到新闻了 你那边 思楠 什么都别问 晚上七点 我在音乐餐厅等你 音乐餐厅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呢 来了就知道了 晚安 有没有 我的 送给你 这么土啊 穿得正不正式 差点没认出来 哦你不要啊 你过生日干嘛送我花呀 应该是我送你礼物才对 打开看看 这是你自己课的吗 是啊 我大学的时候学过雕刻 不过好久没课了 怎么你不喜欢 那我去换一个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拿回去的道理 我很喜欢 哦对了 你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你应该知道了 我现在是一个纯粹的追梦人 我之前跟你说过 处理完事情我就会回来找你 以后 可能还需要你收留我 我考虑一下 我现在可是你的研究对象 咱俩还没良心呢 行 请坐 我的女王大人 今天是我24岁以来 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因为我收到了老天 给我最棒的礼物 就是我的女朋友 陈思南 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我自己的歌 名字比较长 叫 把你的名字 写进我们的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进我们的故事 用我的心跳为你写一首情诗 手紧手肘到抢关爱的天使 一起说我爱你 就这样天津地狱 你就像粉红色的星星 浪漫我的眼睛 想和你手牵与手军 一和星旅行 找到爱的星座吹到流星 在一起双手和时闭上眼睛 你就像粉红色的星星 浪漫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是我看着你温柔眼睛 我们拥抱变成爱的风景 我爱你捧着我的心就像水晶 这一定是你 听从上天之一 制造爱的甜蜜 多意外的情绪 帮你都能学清我们的故事 用我的心跳为你写一首情诗 手紧手肘 找到想管爱的天使 一起说我爱你 就这样天津地狱 你就像粉红色的星星 浪漫我的眼睛 想和你手紧 想和你手牵着手指 一和星旅行 找到爱的星座吹到流星 在一起双手和时闭上眼睛 你就像粉红色的星星 浪漫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是我看着你温柔眼睛 我们拥抱变成爱的风景 我爱你捧着我的心就像水晶 一切未来的直觉 让我看到每个细节 最初最初的感觉 让我留住每个瞬间 顾灵星 我终于找到你了 顾灵星 怎么 几年不见 不认识我了 柳娇娇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不是你个豪门千金 该来的地方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都能来 我刚才看了你的演出 没想到 你现在唱歌还挺好听 我还以为你就吉他玩的好了 谢谢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说 重新介绍一下 我现在是花样音乐公司的制作人 这次是特地过来找你的 我之前呢 在音乐网站上听过你唱的几首歌 觉得很不错 所以 我想签你 拿着 你考虑一下 我是认真的 我们公司呢 虽然是新成立的 在音乐名气还不大 但是 总比你在酒吧唱歌来的好吧 而且只要你肯签过来 我立刻让他们有重心打造 把你捧成个巨星 库林星 你考虑一下 我等你消息啊 库林星 你的音乐我给老板听了 老板不是很满意 希望我们下次合作 喂顾叔 你爸那边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你音乐公司的钱 我们顾市出 赵赵那边有任何需要 你都想办法给他补足 回头来找我报效 好嘞 顾叔 还是您最好 赵赵 赵赵醒子去 你不要让他知道 是我在暗中自主的 您放心吧 顾叔 我明白 你就是陈轩吧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在这等你好久啊 你想干嘛 小妹妹 你别害怕 这大半夜的 你一个人回家也不安全 不如 哥哥送你回家吧 好不好 你走开 别反抗 走开 谁啊 多管些事 我把他拍下来 交给警察看 我 不想死就赶紧滚 陈轩 以后不要一个人 大半夜来酒吧看演出 对不起啊 林浅学长 我错了 陈轩 星哥 你的手 没事 你先把他送回家吧 上车 我送你去医院 你别忘了你是玩音乐的 你这手要是废了 你还怎么玩音乐 快点 老板 事情已经办完了 顾灵星的手 一定飞了 你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明天我派人找你 是 顾灵星 从小到大你什么都要跟我抢 连女人也不放过 属于我的东西 我会一件一件地逃回来 我先废了你的手 我要看看你 穷途末路的时候 回到顾家摇尾起怜的样子 你手上的韧带受损严重 这段时间需要好好疗养 尽量别动那只手上的手 千万不能拿他做剧烈运动 医生 我的伤以后还能弹几头 只要看后面的恢复情况 暂时还不能判断 谢谢医生 为了救女朋友的妹妹 牺牲那么大 回头陈思南 可得好好谢谢你才行 你是怎么知道思南的 又是怎么知道 陈轩是他妹妹的 你调查我 没有 刘娇娇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我调查你怎么了 我早就说了要欠你当艺人 那我做个被调很正常的吧 再说了 你跟那个陈思南的事 闹得全网沸沸扬扬 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但我也不是不伤网的好吧 很感谢你能送我来医院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顾林星 你有必要这么跟我说话吗 咱们两家也算是 视角你就算是有女朋友了 你不至于连老朋友都不要了吧 你不要再烦我了 我不想跟故事有任何瓜葛 你 你难道想一辈子当酒吧 助唱歌手吗 我当什么不用你管 顾林星 我不会放弃你 我一定要欠到你 赵赵 我回来了 这次的研究对象 还特地送了我一些特产 赵赵赵 赵赵 菜怎么都没动呢 赵赵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四南姐 你怎么来了 东东 你有看到赵赵吗 我前两天去出差了 回来看见他不在家 手机也没人接 星哥他 星哥去外地演出了 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 去外地演出了 他去演出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他还不告诉你 是因为他为了救你那半夜 在外面醉酒鬼混的妹妹 手被人砸伤了 现在别说演出了 这伤什么时候好还不知道呢 你是 我是柳娇娇 我家跟林星他们家是侍协 你就是陈思南吧 我还以为是多么多秀的女人 把林星迷得神魂垫掉 现在看 多么如此 你父母没有告诉过你 这样跟别人讲话很不礼貌吗 你刚刚说招招的手受伤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跟他吧 东东 到底怎么回事 就前天 陈轩在路上差点被流氓欺负 被星哥看到 星哥救了陈轩 但被那流氓 用砖头砸伤了手 现在在郊外别墅里养伤呢 他还怕你担心 就让我骗你说 他去外地演出了 你 你瞎掺和什么呀 我买了好多菜呢 今天晚上吃火锅 我最近都胖了好几斤了 不过也不差这一顿 好 拜拜 喂 哪位 你好 陈小姐 我是赵赵的父亲 顾明磊 陈小姐 这里有五百万 希望你能收下 顾先生 难道您觉得 我跟赵赵的感情 只值五百万 我想您下一句话 就是要说 要我离开赵赵吧 陈小姐 果然是个聪明人 我让你离开赵赵 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也不是我顾明磊 先凭爱抚 我病了 身体没狂愈下 而且现在孤氏集团 内忧外患 赵赵迟早要回来接班的 我需要他 哦 如果你觉得五百万不够的话 你说个书 我给你 顾先生 您说的我都明白 赵赵赵回来过 是您把他逼走了 在您眼里 也许他一直都是一个叛逆不懂事的男孩 但其实他是一个很缺爱的人 他缺的一直都是您对他的关爱 我觉得 今天 您应该找的是赵赵 而不是我 陈小姐 如果我跟赵赵的矛盾 两三句话能解决的话 我不会找你帮忙的 他从小就叛逆 所以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 之前 赵赵是我派过去照顾他的 赵赵喜欢音乐 我帮助他 我资助他 可他对我的资助 根本就不屑一宫 我要不是知道他现在过得不好 我才不会让他回来呢 果然 刘小姐是您派来的人 顾先生 我觉得 您还是要跟赵赵好好聊一下 至于我跟他是在一起还是分手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也许有一天 我跟他会分开 但绝对不是因为钱 您看低了我 也看低了您儿子 陈小姐 赵赵现在过得怎么样 顾先生 他过得并不好 他很想您 你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可是您却从来没有支持过他 这些话 是他亲口说的 您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倔强叛逆的人 但其实他只是想向您证明他的实力 您没有看过他在舞台上的风采 您也没有看过他弹吉他 我这里有他的视频 您要看看吗 不用了 总在默默的寂寞 以后还能再见面 可是在现实面前 我们如此脆弱 我难过 你无法给我承诺 陪我到永远 这小子的音乐天赋 遗产他妈妈的记忆了 那您还是不支持他做音乐吗 他要的从来都不是物质 而是您真心的支持 你说的这些话 我会再考虑考虑的 快五点了 冬天黑得早 早点回去 要不然路上不安全 找找也会担心 你既然这么关心他 为什么还要赶他走呢 那是他自己走的 行 顾先生 我会把您对他的爱意 转告给他的 要不 我给您录个视频 马上快五点了 冬天黑得早 早点回去 要不然路上不安全 找找也担心 那顾先生 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了 慢点走啊 好 好 您好 您拨找的号码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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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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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给我换药 我知道 你这是你换的药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对你这么好 好 给我个故事 女主人的虚名就是好了吗 倪心只有你而止 我替你生了西西 可你还是放不下孤林醒 就连定遗嘱 你的大部分财产也都给了她 而我跟西西只得到了很少一遍 竟然把菜忘了 这就是你说的好 芳芳 什么声音 难道吵架了 算了 我还是买新的菜 没事吧 中秋 中秋 感谢观看 他不动了 你看看他还有呼吸吗 他死了 我不是故意对他下去的 我不是故意的 你快点拿钱 等神兴兴走 不行 我不能走 我走了 警察肯定会怀疑我的 你留下警察也不会放过你的 想想希西 想想咱们的女儿 只能让所有人都以为 他是意外失望的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不是说了去你妈那边吗 我今天啊 干成了一件大事 说来听听 实际未到 暂时保密 哎 对了 你今天干嘛了 我今天写了一首新歌 哦 对了 正好你帮我看看歌词怎么样 这歌词好温柔啊 不像你以前的风格 我现在手没好 没办法长时间弹吉他 就做了一首抒情歌 我记得你之前说 我应该尝试一些 风格不同的歌 我觉得你说得对 必须突破自我 才能越走越远 嗯 你可以的 思纳 嗯 以后我想在最明亮的星光之下 和你在一起 我相信你 喂 怎么了 赵赵 你终于来了 二叔他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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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见过顾先生 可是我很快就走了 我走的时候 他明明还好好的 赵赵 医院那边初步断电 顾先生是死于突发心脏变 身上的伤势滚下楼梯所致 警方那边推断的死亡时间 是下午五点左右 法医要带走顾先生的遗体 用以解剖 才能确定他具体的死亡原因 警方还要调取别墅内的监口 希望得到你的同意 不行 绝对不可以 明磊好歹也是我们宋氏的首富 怎么能够随便解剖他的遗体 林星 你不能让别人这么对你吧 你可带他去吧 无论如何 我都要知道真正思义 好 我这就去办 为什么只有家门口的监控在运作 其他的全部都坏了 赵赵 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下去吃点饭吧 我给你煮了面 你为什么 为什么跟我爸煎过面 你没有告诉我 赵赵 我知道 你跟叔叔一直在闹不愉快 我怕我告诉你 他找我是让我离开你 你会更不开心 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走的时候 叔叔明明就还好好的 你们见面的时候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他希望你可以回家 他很想你 所以 我 思乃 你为什么没有回去啊 如果你回去 我爸是不是还可以抢救一下 我当时的确是听到了一些动静 但是我没有多想 如果我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一定会回去的 不管能不能救叔叔的性命 我也一定会 你不回去 你也可以告诉我 在我爸爸 刚找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告诉我 赵赵 对不起 是 你知道我爸最后一个电话打给谁的吗 给我打 我根本就没接到我 我没接到我 我没接到我 我 赵赵 你不要这样 你 思乃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 我不是要怪你 我是在怪我自己 我真的没有怪你 赵赵 你不要这样 不是你的错 跟你没关系 赵赵 你尝尝 你先回家了 可是我不放心 你让我一个人进去 我该让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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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楠 你的心理學研究學會申請通過了 是嗎 那太好了 學會過幾天在北京就有個大型演藏會 你得去參加啊 嗯 知道了謝謝 你不想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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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姐愛 姐愛 顾锡慈的车 顾先生出事的那天 顾锡慈的车明明在附近 为什么阮芳说家里没有别人 思南 好久不见 想跟你聊聊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别着急走 我想跟你聊的是 昭昭的事情 昭昭 他怎么了 他的手不是伤了吗 我找了一个国际上的专家 可能可以治好 好我跟你聊了 好我跟你聊了 专家怎么说 需要怎么配合 你的心里只有他 过几年我要出国找我爸 可能短时间 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呢 你不是一直想做心理学研究吗 现在助教工作没了 别的工作你也应该不喜欢 不如和我一起出国吧 国外有很多好的心理学家 我有资源 我有资源有人脉 可以帮你早日实现梦想 如果你要说的是这些话 那我说不奉陪了 正是我还没说呢 那我给你最后一分钟 如果你还要说这些没有意义的废话 那我就不留下来了 我让杨慧子把孩子打掉了 现在我们之间没有阻碍了 顾西慈你就是个疯子 你怎么可以随便就把孩子打掉 你知不知道这对杨慧子来说是多么大的伤害 我不爱她 她受没受到伤害我并不在乎 我在乎的只有你 陈思南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顾林兴了 她现在什么都没了 爸爸死了 她的靠山没了 她不会做生意 玩音乐这么久一无所成 她现在哪一点比得过 她比你真诚 比你善良 她哪里都比你好 好 既然你提到顾先生 那我也有话要问你 顾先生出事那天你也去了对吧 你的车明明就停在别墅附近 你看到我车了 虽然监控里没有拍到 但是我看到你跟你的车了 你明明也去了顾家别墅 你为什么要隐瞒 陈思南 你的意思是 你怀疑我二叔的死和我有关系 陈思南 你就这么爱顾林兴义 爱到都要怀疑我是那个杀人凶手 既然你没去 你紧张什么 我只是随口一说 随口一说 好 那我随口亲你一下 吴西慈 你放手 你放手 这是一个早已被废弃的家公主 不用挣扎了 没有人会知道你在这儿 想说话 瞧我呀 陈思南 你到现在还敢瞪着 放心吧 我对别人碰过的东西不感兴趣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我顾兮辞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休想得到 反正这个地方我也待不下去了 等我出国之后 没人会来看你 就算你饿死在这儿 也没人会知道 陈思南 我一直想对你好 是你自己逼我这么做的 在我出国之前 我会每天过来看你 我要看着你选择了顾灵星之后 日渐消瘦 越来越悲惨的样子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喂 林轩学长我是陈轩 我姐跟你在一块吗 我好几天联系不上趟了 你说 思南不见了 他 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我们没在一起啊 你们什么时候失去联络的 就你父亲葬礼那天 我妈让我给我姐送东西 然后她着急出门 说要来你家悼念 疼她之后我就联系不上她了 喂 喂 林轩学长 你还在听吗 陈轩 您先别担心 我去找你姐 你等我消息吧 好 那麻烦学长了 没事 我 hatte电话 我自己的反应 咱们 我们逐温之舜 不適些 我们逐温之舜 我们逐温之舜 赵赵 你别担心 陈小姐她吉人自有天下 一定会没事的 查到了吗 顾兮司她人在哪 已经在查了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我怀疑她是故意躲起来了 哪位 你好顾先生 我是负责你父亲案件的警官 哦 是我父亲的案件有什么进展了吗 你父亲的尸检报告 法医已经递交给我们了 我们在他体内查到了大量阿托品 此类药一般是用来治疗心脏病人心率过慢的 但是如果心跳过快的人吃了这个药 会产生剧烈的新交通 因此我们怀疑 你父亲被人偷毒了 偷毒 我们现在怀疑有人蓄意杀害自己 我们调查了跟你父亲有关的所有人的 发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找你咨询吗 什么问题 在你父亲出事的半个月前 你的唐兄顾熙慈父子 曾被举报涉嫌侵占公司财产 因顾熙虎人在国外 我们只能联系国际刑警来调查他 但是顾熙慈 我们搜了两天都找不到人 他应该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想要畏罪潜逃 我们已经让海关对他进行封锁 据我们所知 他暂时还没有逃离出境 那么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葬礼之后就没见了 如果有线索我会通知你的 好 张张 有什么消息 思南应该是让顾熙慈给绑了 黄叔 当初项链里的V型GPS电池 是您帮忙找的 这些年还有用吗 那是我偷朋友用的 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电池 只要没摔坏的话 肯定能用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我自己去你帮我报警 死哪儿 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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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死哪 死哪 怎么样 没事吧 脑车伤了 现在警察到处在抓我 我也出不了劲 留在这里 也没什么好下诚 这些油 原来是为我夫私难准备的 没想到这种地方 你都能找得过来 顾灵蝎 我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 既然你来了 我就把这福分给你吧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死 顾氏的恩怨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自己要进来的 谁让他选择了跟你在一起 既然你们两个这么相爱 那我就成全你们 既然活着不能在一起 那你们就死在一起 不要 顾氏 顾氏 别动他 真是死不悔改 害怕都是你们给逼的 爸 从头到尾在里 我和我爸赚钱 可是你呢 怎么小弟瞧不起我 说着我们是唐兄弟 可我就是你的跟班而已 还有真是男 是我先认识的 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 你根本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 我差点就失去你了 您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赵赵 怎么样 警方有从姑息死能问到什么吗 有信线索吗 警察在姑息死的手机里 发现了你父亲遇害时的视频 但是凶手不是姑息死 那是谁 是阮芳 因为你父亲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了你 他欺不过 所以想害你父亲 他好卷了钱 带着女儿和情人 远走高飞 女儿 对 他还有一个女儿 不过 经过亲子鉴定 不是他和姑先生 是他和那个情人 姑先生 一直被他蒙蔽在鼓里 顾先生 约见陈小姐那天 阮芳借故在楼上睡觉 其实是在偷换药品 顾先生 撞破此事 二人起了争执 拉扯之下 阮芳失手将顾先生 推敲了楼梯 他为了掩盖罪行 删改了监控尸体 但是顾西茨 撞破了此事 目睹了全过程 并且录下了视频 以此来要挟他 如果我当初 再强硬点 不让阮芳进来 或许 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吧 赵赵 警方 把顾先生的手机 还回来了 有一条 没有发出的信息 赵赵 是爸爸错了 是爸爸不够了解你 今天陈小姐 给我看了你的视频时 我才知道 原来我儿子这么优秀 你永远都是爸爸的骄傲 我决定接受陈小姐的提议 不再用父权压制你 也不会用物质施舍你 我只是作为一个父亲 支持自己儿子的音乐梦想 回家吧 带着陈小姐一起 爸爸想你了 如果我再听到声响那一刻进去 或许顾先生就不会死 对不起 好 思乃 赵赵 给我们彼此一点时间 相爱 是两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好养伤 你的手一定会好的 愿你的音乐之路 繁华盛开 误寻 我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思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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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温热 就像泡沫 思乃 再一次的被你戳破 难过是荆棘的我 我知道可能有些仓促 思乃 你可以先替我保管吧 陈思乃 我爱你了 能和你相遇相爱 真的是最幸运的事 我会听你说 分开之后也会幸福的 反正我会为你等候 我会听说 我会闹得到这里 你还能做的事情 我会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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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听说 我会听说 我会听说 屏幕前的朋友们 你们好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有一个珍藏很久的心愿 曾经我答应过一个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在最明亮的星光之下等他 那个人 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一束光 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 是他收留了我 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是他陪在我身边 在我的梦想不被认可时 是他坚定地支持我 他给了我温暖 让我学会了去爱 他说希望我的音乐之路 繁华盛开 现在我的诺言实现了 想通过荧幕问一下那个 陈思娜 你说的话还算数 接下来这首歌 是送给你的 无论你在哪里 也请记得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像泡沟 再一次的被你戳破 难过时请记得我 虽然我会难过的 也不愿把你捆绑着 哪怕是等候 现在我会听你说 走了之后也会幸福的 反正我会为你等候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像泛筒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我会听你说 走了之后也会幸福的 反正我会为你等候 难过时期记得我 虽然我会难过的 也不愿把你捆绑就 哪怕时候 现在我会听你说 走了之后也会幸福的 反正我会为你等候 找到姐姐了 喂 思南 后天墨尔本有个残疾儿舞团表演 你不是一直想做边缘艺术家那块的备调吗 要一起去吗 行啊 那我做完这次的采访就飞墨尔本 嗯 好 嗯 谢谢 嗯 谢谢 漂亮姐姐 等一下 看一下姐姐等等 怎么了小朋友 姐姐 有个人想见你 让我带你去个地方 谁啊 你给我去不就知道了 我们要快些 天快黑了 那里有点远 姐姐 在我那边走就可以看到那个想见你的人了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这一定是你 手牵手 找到掌管爱的天使 一起说 我爱你 就这样点进地域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星 浪漫我的眼睛 想和你手牵的手机 银河系旅行 找到爱的星座 吹到流星 在一起双手 合适闭上眼睛 你就像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星 浪漫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 是我 看着你温柔眼睛 我们拥抱 变成爱的风景 我爱你 碰着我的心 就像 水晶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 浪漫我的眼睛 想和你手牵的手机 银河系旅行 找到爱的星座 吹到流星 在一起双手 合适闭上眼睛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 浪漫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 是我 看着你温柔眼睛 我们拥抱 变成爱的风景 我爱你 碰着我的心 就像 水晶 你不愿来到我的身边 那我就来你的身边 思乃 你愿意再爱我一次吗 傻瓜 我从未停止过爱你 我一直在等你 等你来找我 一旦保管 你该不退换 你就像粉红色的星 是浪漫我的眼睛 想和你手牵住 说句 你和其旅行 思乃乃 这一次不要离开我 这一次不要离开我了好吗 嗯 就像粉红色的星 是浪漫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 我明天就要飞摩尔本了 我们拥抱 一层爱的风景 我和你 碰着我的心 就像 我们一起去 这一次不要再丢下它了 找到掌管爱的天使 一直说 我爱你 就这样 天晴地义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 醒了 漫我的眼睛 想和你手牵住手 去 一和其旅行 找到爱的星 做坠斗冷心 在一起 双手 何时 闭上眼睛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 是浪漫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 是我 看着你 温柔眼睛 我们拥抱 变成爱的风景 我明明 碰着我 心 就像 垂直 曾经我答应过 一个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在最明亮的星光之下等他 现在我的诺言实相 想通过荧幕问一下那个人 陈思南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还看这一段呢 是不是我日常表现不够好吗 够好了 老公 我想吃浮条墙 你就折腾我吧 满汉全席 我都要作变了 给你的奖励 你这奖励 是不是太没诚意了 来 你起来 不吃饭了 当然是先吃你了 爱你就这样 天晴地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星 浪漫我的眼睛 想和你说 牵着手句 你和其旅行 找到爱的星座 追到温馨 在一起 双手和时 闭上眼睛 你就像 粉红色的星 是浪漫我的天 我这份独一无二的 顾明星研究指南 历经三年时光 终于完成 开心洒话 三年后的顾明星 更加成熟稳重 更加睿智风雅 也更加让我心动 从今以后 她就是我的独家 专属研究对象 冠名为 陈思南的丈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